少年透过一些就是孝亲的一些活动 来拉近他们亲子间的关系 我想对小孩子的他的信心 或者是对家里的临近力 可能可以做到重建的一个成功 恭敬的奉上一杯茶 再加上一个大大的拥抱 少年们的父母在这一刻的心情是特别的心晦 在母亲节的恳亲活动当中 亲子之间难得的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那么也有孩子是读着感恩的卡片 或者是吹奏笛子表现才艺 种种的表现都让人看到了他们的改变 相信家人的这份爱 能够让他们安稳的度过眼前的黑暗 早日的回归家庭